楊潔平曾經降伏過傅長新啊 用手臂十字固降伏過傅長新 傅長新要報仇沒機會了 楊潔平說不跟你玩 但是今天楊潔平做了老闆 對 老闆的 會把密集告訴他 怎麼樣來降伏這個傑德森 對的 大家共同一日對外 是的 那傑德森 他來自於巴西的叢林 他住在這個亞馬遜的雨林裡面 後來呢 跟他老爸就移民到了都國林愛爾蘭那邊 他老爸以前就叫他卡伯拉 你看傑德森上來很猛喔 他居然全很厲害 五身撞陽 年始祝國 徹底告別 快男軟男 記住微信 574 993 20 他脖子給了他 危險了 危險了 而且鼻子已經流血了 危險了 傅長新呢 今天有點猜測過去 哇完蛋 有點危險了 危險了 Genderson只要往後一躺 就就有可能啊 這都在成功 這個脖腳啊 這個脖腳技術 一下子一瞬間就給了傑德森 對 小心 不能再拿著做動作 對 傅長新靠自己頑強的這個腰臂力 正在苦苦掙扎 只要不能讓他翻身就行 傅長新很痛苦 剛剛 他的鼻子在流著血 好好解套啦 嗯 傅長新果然解套了 這個手套鞋子是沒有做出來啊 因為剛剛 Genderson啊一直在轉 他從盞頭台要轉蟒蛇腳 做了很多變化 所以我們傅長新利用他變化的空檔 趕快脫身逃出來 太危險了 哎呦那個吸雞 吸雞 在自由搏擊 在這個MMA這個擂台上 很難 很難 裁判很難叫停 對的 對方力氣真的蠻大的 一把就把傅長新啊 這一場比賽打得非常的慘烈 對 傅長新依然還要有這個動作 牢牢的控制著很快 不能讓他起來 現在傅長新有沒有一個假動過 對方用暴力想破解 對破解他的三條鎖 傅長新現在是 控制腦海當中飛 似乎是在轉的 這個該用什麼辦法 就還沒拿到那個精髓 傅長新有做出一些下位十字步的影子 但是呢 抓得不到 現在有點機會 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好的 但是腿部的這個力量很小 來不及了 這個位置來不及了 繼續 開戰是成功的 重複這樣的動作 進攻狀態裡面 傅長新還會有什麼樣一些招數 對方的腳又上來了 他試圖們是要用腿 來老老的控制住傅長新的頸部 好他現在開始用右肘來擊打傅長新 傅長新稍微喘息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傅長新他在下位 剛剛他做這幾次的一個嘗試啊 他把腳勾到傅長新的後腦 但是那其他動作都沒做出來 做不到 嗯 而且他這個身體腿長的優勢在 對 他要做一些角度 他都沒做 在正面做三角鎖是不好做的 對對對 別忘了傅長新也是一個八柔的高手 對 他會知道傅長新的一些意圖 現在 近了 還有一個擊打 趕快對著擊打 這個擊打會走是很可憐效的 這一波擊打 全場被疼了 被陌鬆被陌鬆了 全場被疼了 看看傅長新會不會 好 沒問題 裁判判兵 真的 還是用拳頭來解決問題 果然 果然傅長新 還是靠他的拳頭解決的問題 這個是 我自己記得連彎九跟子仁 非常的漂亮 繼續拐水 看 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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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已經開始挨打了 拳頭發揮了效力 對 手機 拳擊 打到後腦上 對 真的是把背都讓出來了 沒有掙扎 所以裁判這樣快點是 是沒錯的 裁判認為 因為你已經沒有力量反擊了 對 紅方 顧長新 第二局 3分05秒 TKO獲勝 終於亞中國選手 以擊斗 的方式 降伏了